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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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 眼鏡 眼鏡 喔很棒 我們再聽一次 你們覺得這是甚麼 迴文針 塑膠片 好 謝謝大家 感覺大家很踴躍 把這放到邊邊 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剛剛我在問這個的時候 你們有舉的對裡面的東西感到好奇的 請舉手 現場你們實在太棒了 先給自己一個掌聲 你們剛剛都這裡面有好奇心對不對 那我想問喔 如果我跟妳講 這裡面裝的不是錢 你還會對這裡面有好奇嗎 會 喔你們真的很棒 我跟妳講 這個活動啊 除了我身邊啊 除了我一歲三個月女兒 會對這個感到很好奇之外 我的學生也會對這個感到好奇 而且我跟妳講喔 你們裝甚麼不重要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孩子們的回答一樣 他們很享受猜測的過程 他們會想要猜對為止 好 那我想要問大家的是 剛剛我在問你們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心中有爆棚的好奇心產生嗎 有喔 有喔 在你們現場真的是太令我感動了 還是有個人覺得很無聊 你覺得很無聊也不敢點頭 還是有人覺得我不是很在乎 喔 有 還是有人 喔 好誠實喔 我也是謝謝你們 好 大家知道嗎 阿因斯坦曾經說過一句話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殊的天賦 但是他有熱切的好奇心 我的學生在班上 他們常常問著為什麼 那我想要問你們思考一件事 你最近一次認真的問為什麼是什麼時候 你還記得嗎 記得嗎 剛剛 剛剛嗎 喔 你們太棒了 就是因為你們真的太棒了 我的學生幾乎在每堂課都會認真的問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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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為什麼我的孩子們會有這樣子的表現呢 他們時時刻刻都保有的好奇心 但是 以前他們不是這樣子的 以前呢 我在上課的時候問他們一些 欸 你們對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好奇的時候 他們常常跟我說 我不知道 還好啊 都可以啊 大家有沒有聽過孩子們這樣說 哎呦 家長們點頭如搗蒜 沒錯 我也常聽我之前啦 很常聽我的孩子們這樣說 但是他們其實不是真的不知道 他只是在敷衍你 因為他不想要說出他真實的想法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去問我的學生 我就問他們說 欸 你們為什麼會說不知道啊 為什麼會說還好啊 好啦 我的學生就跟我講真的話 他們就說 老師 因為反正我們有時候講些什麼 我身邊的大人不是罵我們 笑我們 或是責備我們 那我們幹嘛講真的 我們就隨便講說還好啊 不知道啊 就好了啊 對啊 孩子們這樣講我也是很驚訝 於是我在問孩子們說 那你們可以跟我講一個 實際上你們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好啦 孩子就跟我說 老師 你記得嗎 有一次我們不是做DFC 我們孩子們想要做什麼挑戰 那挑戰真的很大 他們想要改變我們學校 合作社販賣的商品 因為想一想 你還記得我們合作社都賣什麼嗎 牛奶 牛奶嗎 蘋果麵包 蘋果麵包 發到一位老師 那個老師一看到問卷 就跟他們說 你們想要改變合作社販賣的商品啊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你知道嗎 那一組孩子當下是很難過的 但是因為老師這樣跟他們講 他們又不知所措 他們還是默默地把那個問卷拿給老師填 於是他們就立刻的馬上跑回來找我 但是孩子們那時候並沒有跟我說 他們在路上已經在討論一件事情了 我們是不是因為老師這樣講 我們是不是要換主題 因為我覺得我們做不到 其實聽到孩子們這樣講 我當下是很難過又很震驚的 所以幾乎之後啊 在我們每次上課的時候啊 其實我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去建構起孩子們自信心 因為他們滿腔的熱血啊 已經被老師這麼一句話 給他打趴了 所以其實我當下生活的老師 我其實是很難過的 因為我看到孩子們難過 其實我是更難過的 所以每次上課我都要跟他們講說 你不去試試看你怎麼知道 你又還沒做 你怎麼知道你一定會失敗 我還去提醒他們說 不是有老師跟你們說 加油 你們為什麼不想想這一句話 然後甚至有同學跟他們講說 為了我們的可樂 你要去努力喔 哇 就是我上課都一直不斷的扮演 去跟孩子們講這句話 最後啦 其實最感動的是 孩子們真的在不斷的去 建構他們自信心底下 孩子們最終真的完成了 全校性的私生問卷調查 我們還訪問了合作社經理 甚至孩子們還寫了 完整的提案計劃喔 我們去親自找校長跟校長提案 好 這就他們兜兜轉轉之後 我們這個議題啊 得到全校性壓倒性的支持 主任校長跟老師們 其實大部分老師們都是支持的 好 但是我們發現一件事 由於礙於法規 學校合作社販賣的食品啊 它是有特定的規範 而且它的英語也會有程度上的限制 所以其實孩子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很失望很難過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在合作社去上架 他們想要的商品 到這裡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孩子們的這次的行動 是成功還是失敗的 覺得他們是成功的請舉手 哇 謝謝大家 好 那覺得他們是失敗的請舉手 哇 謝謝大家 喔 只有一位 哲宇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我覺得你們很不一樣 因為呢 我很常分享這個故事 但是我在分享故事的時候 現場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他們是失敗的 但你們真的是充滿著同心 你們覺得他們是成功的對不對 好啦 那為什麼你們會覺得 他們的行動是成功的呢 我猜啦 你們應該是把他們的重點 著重在他們歷程當中所學習到的 學習內容 對嗎 其實啊 我自己啦 我當下也是覺得孩子們會很難過 但是其實在過程當中啊 我聽完孩子們對我的分享 跟我的分享之後啊 我覺得他們其實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的脆弱 你知道孩子們跟我說什麼嗎 他們跟我們說 老師 我終於有機會跟校長講到話耶 哇 他們是很開心的跟我講 還有 老師 我有覺得 我變得比以前還要勇敢喔 甚至有一位孩子跟我分享 我到現在都還忘不掉 孩子跟我說 老師 我覺得我們當初的堅持是對的 因為我發現我們的好奇心 可以讓我們學到好多喔 以後啊 如果再有人鋪我們冷水啊 我才不要理他咧 我們要相信自己是做得到的 你知道聽完孩子講這種話 那個心真的是會感動到不行的 那從我剛剛的故事分享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啊 身為大人的我們 是可以支持孩子去保護自己的好奇心 所以啊 當我們的孩子啊 會提出那種很創意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有時候啊 其實會忍不住想要給他們回饋 對不對 來 你先讓自己先停個三秒鐘 沉澱一下自己 想一想 其實你正在保護著 孩子們的好奇心 這時候你會發現喔 孩子們會更勇於提出自己的想法 好 在我剛剛分享的故事當中 其實孩子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喔 透過這次的經驗啊 孩子們發現到 自己是可以成為保護好奇心的那個人 那他以後就會去想辦法保護自己的好奇心 其實可以不用靠別人 那我想問大家 你們覺得好奇心會跟年紀成反比嗎 現場的人覺得是會還是不會 會的人請舉手 會成反比 那你覺得不會的人請舉手 好 大部分人覺得是會對不對 好 我跟你講 在我這麼多年陪伴孩子們下來 我覺得有一種人不會 就是他從小就會 學會去保護自己好奇心的那一個人 好 我說了這麼多關於好奇心的故事 我接下來想問一件事 請問 還有人想知道這裡面裝的是什麼嗎 想知道的請舉手 看來現場的人都充滿著好奇心 謝謝大家